大家好,欢迎来到爱门享受健康系列的频道 我是享受健康的爱门 蛋白质是减肥和增剂的必备营养素 它可以帮助你增加饱足感 提高代谢率,促进肌肉生长和修复 但是,你是否听过这样一个说法 人体一次最多只能吸收20到30克的蛋白质 吃多了只会浪费或变成脂肪 这个说法真的有科学依据吗? 你是否因此而限制了你的蛋白质摄取量 或者分散了你的蛋白质摄取时间 如果是这样 那你可能错过了蛋白质的最大效益 在今天的影片中 我将为你揭开蛋白质吸收的真相 并告诉你如何最有效的利用蛋白质 来达到你的减肥和增肌目标 人体一次能吸收多少蛋白质 首先,我们要澄清一个概念 人体对蛋白质的吸收 并不是指蛋白质进入你的胃和肠道后 就立刻被转化为肌肉或其他组织 事实上,人体对蛋白质的吸收 是指蛋白质被分解为氨基酸 然后被运送到血液中 在被各个细胞所利用的过程 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个小时 甚至一整天取决于 你吃了什么类型和数量的蛋白质 以及你的个人体质和代谢情况 所以,当有人说人体一次 只能吸收20到30克的蛋白质时 他们实际上是指人体一次 只能利用20到30克的蛋白质 来刺激肌肉蛋白合成 也就是肌肉的生长和修复 这个数字是根据一些 短期的实验研究得出的 例如,2009年加拿大学者莫等人招募6位男性 请他们做重量训练后 随即摄取0、10、20、40克不等的鸡蛋蛋白 接着,莫尔采取这些男生的血液及肌肉样本送简 发现运动后补充蛋白质 确实能提升肌肉蛋白合成速率 但40克组的表现没有比20克组好 莫尔在文莫提到 我们推测每天5到6次 每次20克的蛋白质最能刺激肌肉蛋白合成 过量的蛋白质会氧化燃烧掉 同年,美国学者Simmons等人也做了类似的实验 他们让15位老年人和15位年轻人吃下不同数量的牛肉 含有30或90克的蛋白质 然后测量他们的肌肉蛋白合成速率 结果发现,无论年龄和蛋白质量 吃牛肉都能增加肌肉蛋白合成速率 但30克和90克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 这些研究似乎证实了人体一次只能利用20到30克的蛋白质来增加肌肉的说法 但是,这些研究有几个问题 这些研究的样本数太少 无法代表搬人群的情况 这些研究只淬量了近时后的数小时内的肌肉蛋白合成速率 而没有考虑到长期的肌肉变化和其他因素的影响 例如荷尔蒙、睡眠、运动等 这些研究只使用了一种或几种蛋白质来源 而没有比较不同类型和品质的蛋白质对肌肉蛋白合成的影响 例如乳清蛋白、大豆蛋白、动物蛋白、植物蛋白等 因此,我们不能单凭这些研究就断定人体一次只能利用20到30克的蛋白质来增加肌肉 而忽略了其他更重要的因素 事实上,还有一些长期的研究显示 人体一次可以利用大量的蛋白质来增加肌肉 而不会造成浪费或转化为脂肪 例如1999年法国学者阿罗等人招募了15位老年妇女 将他们分为两组 一组一天试餐,平均地将蛋白质分散摄取 另一组则将蛋白质集中在中午摄取 早餐、晚餐则少量且少蛋白 两组间总热量和蛋白质摄取量相同 只是分配的时间不同 结果发现,两组的肌肉量和力量都没有显著差异 但是集中摄取蛋白质的主别 他们的蛋白质利用率竟然是分散摄取主别的两倍之多 这意味着 他们一次吃下的蛋白质并没有被浪费 而是被有效地利用来维持和增加他们的肌肉质量和功能 这意味着,人体一次可以利用大量的蛋白质来增加肌肉 而不会因为时间的分散而减少效果 2017年 柔卫学者艾根等人招募了48名有一年以上重训经验的男女 将他们分为两组 一组一天三餐,另一组一天六餐 两组间的总热量和蛋白质摄取量相同 只是分配的时间不同 结果发现 两组的肌肉量和力量都有显著增加 但是没有显著差异 也就是说,一天吃三餐或六餐 对于肌肉的增长并没有影响 这意味着 人体一次可以利用大量的蛋白质来增加肌肉 而不会因为频率的不同而减少效果 以上就是一些关于人体一次能吸收多少蛋白质的研究 从这些研究中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人体一次可以吸收大量的蛋白质 并且不会浪费或转化为脂肪 而是会被有效地利用来增加肌肉 人体一次可以利用20到30克的蛋白质来最大程度的刺激肌肉蛋白合成 但是这并不代表超过这个数量的蛋白质就没有用 而是会有其他的效益 例如提高饱足感 增加代谢率 促进其他组织的修复等 人体对不同类型和品质的蛋白质的吸收和利用可能有所不同 因此 我们应该选择高品质 高生物价值 富含必需按基酸的蛋白质来源 例如乳腥蛋白 鸡蛋 牛肉 鱼类等 人体对蛋白质的吸收和利用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例如荷尔蒙 睡眠 运动 饮食组合等 并且根据自己的个人体制和目标 来调整自己的蛋白质摄取量和时间 如何最有效的利用蛋白质来达到你的减肥和增肌目标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人体一次能吸收多少蛋白质的真相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最有效的利用蛋白质来达到我们的减肥和增肌目标呢 以下是我为你提供的一些实用的建议 希望你能参考并实施 确保你每天的总蛋白质摄取量足够 并且符合你的目标 一般来说 如果你想减肥 你应该每天摄取0.8到1.2克每公斤体重的蛋白质 如果你想增肌 你应该每天摄取1.6到2.2克每公斤体重的蛋白质 你可以使用一些线上的蛋白质计算器 来帮助你计算你的蛋白质需求量 并且记录你的蛋白质摄取量 以确保你达到你的目标 确保你每餐的蛋白质摄取量足够 并且符合你的目标 一般来说 如果你想减肥 你应该每餐摄取20到30克的蛋白质 如果你想增肌 你应该每餐摄取40到60克的蛋白质 并且选择一些高品质 高生物价值 富含必需氨基酸的蛋白质来源 例如乳清蛋白 鸡蛋 牛肉 鱼类等来满足你的需求 确保你在运动前后的蛋白质摄取量足够 并且符合你的目标 一般来说 如果你想减肥 你应该在运动前后各摄取10到20克的蛋白质 如果你想增肌 你应该在运动前后各摄取20到40克的蛋白质 并且选择一些快速吸收 高品质 高生物价值 富含必需氨基酸的蛋白质来源 例如乳清蛋白 鸡蛋白 脂炼氨基酸等来满足你的需求 以上就是如何最有效的利用蛋白质来达到你的减肥和增肌目标的建议 希望你能够根据这些建议 来调整你的蛋白质摄取量和时间 并且感受到你的肌肉的增长 和你的体重的减轻 我相信你可以做到的 蛋白质是减肥和增肌的必备营养素 它可以帮助你增加饱足感 提高代谢率 促进肌肉生长和修复 在今天的影片中 我已经为你介绍了人体一次能吸收多少蛋白质的真相 以及如何最有效的利用蛋白质来达到你的减肥和增肌目标的建议 我希望你能从中受益 并且实践你的蛋白质摄取计划 不过最好的保健方式 应该是可长久持续而健康的 每个人的身体和需求都不一样 建议咨询我们的营养师或健康专家 以获取个人化的建议和指导 根据你的目标 身体状态和饮食习惯 制定适合你的健康计划 那最后祝大家都能够轻松享受健康 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享受健康的爱门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订阅频道 别忘了开启小铃铛才会收到最新通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